5月9日这一天,恰逢何超连与龙凤胎弟弟何友启的33岁生日。 何超连当天中午连忙发了三张自己的生日图,照片中出现了许久未同框的豆霄。 尽管前几天何超连已经澄清了他和豆霄没有离婚,但还是不如同框照片,更有幸福力。 豆霄原本正在恒电拍戏,刚进组两个月因为拍摄过程劳累,心理和身体都备受压力,状态一直不好,拍戏时也常常咳嗽。 恰好这几天赶上了妻子何超连的33岁生日,豆霄不顾身体的不适,还有工作形成的繁忙。 前一天,拍完自己的戏份后,连忙乘飞机飞到香港与何超连相聚。 当天何超连与朋友聚完会后,就与豆霄一起会合吃饭,然后又抓紧时间到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,中途还偶遇录人合照。 第二天,正是何超连与弟弟何友起的33岁生日,何超连直接带豆霄到妈妈家庆生,还特意在INS上发布了一组新图。 豆霄戴着墨镜,穿着黑色衬衣短袖,站在穿着火龙果色背心,看起来元气满满的何超连身后,双手放在了身后,面对镜头一脸笑容。 虽然看起来稍微有些拘束感,毕竟是女婿,到岳母家里自然有些生疏感。 不过有网友表示,豆霄这次终于登堂入室了,自从结婚后,一直没有看到豆霄出现在三太家的照片。 甚至一些大型活动,连何超运都带着自己还没有正式结婚的未婚夫一起参加,唯独不见豆霄身影。 外界传言,豆霄已四遭,冷遇此前范思者酒店的开幕仪式上,何又君带着妻子西梦瑶一起参加, 俩人手拉着手不顾身高差距和世俗的目光,大大方方秀恩爱。 同样是外姓人,而这次活动同样没有出现豆霄的身影。 同场活动中,何超连与前任霍启山一起同框合影,引起了大众争议。 豆霄的,冷遇似乎愈演愈烈。 终于在何超连33岁生日这天,从何超连晒出的图片来看,豆霄在三太家依旧有存在感。 众所周知,赌王何鸿燊宠爱太太于是把不利静五号豪宅送给三太陈婉珍居住。 此次豆霄出现在三太的老宅子里,足以说明她在家中的地位,传闻的。 冷遇,不攻自破。 三太的两女一子也终于聚齐了。 当天陈婉珍特别开心,穿着卡通粉色短袖,戴着棒球帽,面对镜头笑得很灿烂。 一家人与豆霄合影后,又单独拍了一张照片,不愧是高颜值家庭。 何尤其身材也很高大,遗传了何鸿燊的高个子。 抄云和抄连俩人都很美,抄云知性一些,抄连更可爱。 何抄连生日当天还邀请了好多伙伴一起来庆祝,期间豆霄全程陪伴,既提供了情绪价值,又很长面子。 拍照时豆霄再一次把手放在何抄连的肩膀上,似乎是主权宣示,更像是一种战有欲。 不过,有网友笑评豆霄,怎么一直戴着墨镜,走哪戴啊,快成个人标志了。 不过玩笑归玩笑,豆霄此次出现在三太家中,而且与妻子何抄连亲密同框,足以证明她的赌王女婿身份做得稳。 给何抄连庆祝完生日后,豆霄立刻乘飞机返回横店拍戏,两天时间虽然很赶, 但也足以证明何抄连在豆霄心中的地位,应该不会像陈山聪一样涂财谋色。 近段时间,何抄连和豆霄再次成为大众的讨论对象,5月9日恰逢何抄连33岁生日。 当天中午,她立刻发出了一组生日照片,一共换了两套衣服,能看出这个生日她过得很开心。 她的单人照片,背景是很INS风格的室内拍摄背景,身后模糊的画面虽然模糊, 但也明显能看出是临时拍摄场所,有一束缸花,还有卡齐色背景板。 何抄连前段时间接受采访时还表示自己现在工作很繁忙, 再看一下她的生日场所,明显是工作场景,过生日也是趁着忙里偷闲,时间也很紧凑。 画面中的何抄连身穿黑色挂搏小裙子,头上戴了一个生日皇冠, 面前的桌子上摆了一个小小的翻糖蛋糕,造型是黄色的电视机形状。 电视画面中是蜡笔小新一家人,很有童趣的蛋糕,一下勾起了童年时的美好记忆。 桌面上除了生日蛋糕,侧边还放了一束鲜花,除此之外别无他物,连小零食都没有, 明显是工作人员突击给她过的生日,完全没来得及准备。 但何抄连还是很开心,双手紧握在一起,闭着眼睛默默在心中许愿,一副天真可爱模样。 当她吹灭蜡烛后,很开心地拍着手笑着,看来这款蜡笔小新蛋糕很符合她的心意。 何抄连直接晒出了大合照,这次终于确定是工作时间过的生日了。 现场除了工作人员把她簇拥在中间外,还有两个特别人物出场为她庆生,分别是姐姐何抄连和老公斗萧。 何抄连专程到何抄连工作的地方为她庆生,足以看出姐妹俩感情真的很好。 而斗萧的出现终于破解了外界的。 离婚传言,何抄连的这张图也让大众再一次认清了斗萧。 前不久,斗萧开始重回事业,和刘诗诗一起搭戏拍摄掌心,新剧开机刚刚两个月。 按照进度来看,斗萧本该在恒店拍戏,但她却为了何抄连的生日专程请假。 尽管当天有很多朋友为何抄连庆生,姐姐与好朋友都来到了现场,专程等何抄连工作完后,一群人直接到包厢庆祝生日。 从包厢内的装饰物看,用粉,黑和透明色气球装饰。 到了包厢后,何抄连又收到了一个生日蛋糕,可见朋友对她的宠爱。 现场的氛围灯也是粉色的,正好和装饰气球相衬,整场生日聚会很热闹。 不过,当天斗萧并没有出现,结果在何抄连生日当天突然出现,明显是特异而来。 尽管工作行程很忙,既要适应拍摄环境又要被台词对系,斗萧依旧不忘妻子的生日,这一点很用心了。 从何抄连拍摄的合照上看,斗萧为了这场生日聚会还给自己捣吃了造型,头发打了发酵,还专门戴了墨镜,一点都不拉胯。 拍摄时,她还专门双手扶着何抄连的肩膀,何抄连的头往左边扭动,她也跟着老婆的方向扭头。 俩人的身体方向一致,何拍从细节就能看出,曾经有网友表示如何判断一个男人爱你。 当一群人坐在一起时,立刻起身走到另一个屋子,对方跟过来后,再换另一个屋子,如果还跟着你走,那说明是爱你的。 而斗萧与何抄连的身体倾斜方向一致,而且是无意识中做出的相同举动。 俩人在不经意间就撒了一把狗粮。 当天因为斗萧前来为何抄连庆生,何抄连特别开心,特意拍了好多张图片纪念。 一个生日,何抄连就收到了三个生日蛋糕,虽然生日并没有大半,但能看出她是被好朋友,亲人,丈夫疼爱的,33岁生日过得也很幸福。 何抄连生日前一天还被网友偶遇了,网友表示当天晚上看到他们夫妻俩一起看电影,十分亲密,当场就磕上了CP,何抄连还很友好的与路人合影,真人还是蛮低调的。 对于外界传言,斗萧与何抄连俩人婚变,我认为归根到底还是俩人的工作形成太紧凑。 去年何抄连结婚时,姐姐何抄穷就透露斗萧工作太忙了,所以还没来得及见一面,大家姐都发话了,足以看出家族是承认斗萧的,大家怎么看呢?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